這位女婿比姬勒老師比較大 白髮沖沖的研究生 就是後悲科技大學屬性考中的高老大 高老大今年已經七十七歲了 但是人情求和台大連主人和姬勒老師都很配合 高老大本名叫做郭忠安 目前是電器梳的研究生 為了理想他每禮拜為頭來到後悲上口 而且整個晚上就來到好好 晚上睡在一起 坐飛車 這樣都一樣啊 還有堂房就很舒服啊 三點起來洗手間一下子 再來五點就起來就OK了 就一個晚上就過了 讀那麼多詩還感到不止嗎 我以前是讀機械 來福哥大才換跑道就讀電機 因為以前都從來沒有跟電機接受過 來到福哥大以後才接受到電機 因為我想以前都沒有學到的 都來這裡來一個既定整合的一個構想 郭忠安過期是做機械 提供了後轉換跑道改託電機所 最近他和另外一名動物發明了一項洗車重機 並且在韓國拿到金牌 甚至上當年了不起 因為高老大他畢竟是比較年長的人 那我可以從他身上學到 其實多吃人家一半米 就當然都比人家多一些經驗 所以我從高大哥學到很多 像工作方面 或者是他機械專業能力的方面 都可以學到蠻多的 我們這位同學他已經七十幾歲了 還從來來上課的時候呢 從來沒遲到 覺得這個在現在學校 這種學生的這種生活教育倫理上面 除了求學外害這方面 都是我們值得去製作最能力的部分 一個七十幾歲的研究生 和一名二十出頭的青年級合作 發明了新產品 當時又提到國際金牌和專利 尤其高總案已經這麼多歲 還關於風夏新端 而且這麼多人 電機的主任等人入都希望 國外科技大學生 可以依高總案作為模範 無論是特助還是計畫的態度 都是一個點環 一個開幕 記者的民間 差不多